我們這種 剛剛主持人講 一塊錢稅都逃不掉的人來講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 這個可能是這個最關心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上有很多種說法 就我們看到了 當然這個事實上在研發補貼上面 當然有非常嚴格的這個限制沒有錯 但是我們也看到 民間對這個東西 有很多的感慨 譬如說 我們繳了稅 讓很多企業家去買的地保 看起來如果是這樣 所以如果企業家 他這個做的這個研發 確實是讓人家這個贊成的 確實是有這個政的外部性的 我想這個就才會令人尊重 這個我打個插 就是說促產條例 前立法委員王圖發他要講得很清楚 扶爛報那個所謂的人才培訓的這種費用 你明明這間所謂的高科技員工 他已經領了很多很多薪水 結果他去購茶花 他也跟你報說 我這個是人才培訓 然後呢政府也讓他報了 然後呢很多很多很多問題 然後就是說他其實明明不符合這個名目 他都可以利用這樣子一個之前叫促產條例 現在叫做產創條例的方式 來規避這個漏洞 譬如說我們剛剛談到說企業 如果你投入研發人才培訓的話 這個定義很難定義 那就是說我認為你是你就是了 會不會弄了一個很大的漏洞 讓這些已經賺很多錢的大財團去鑽 第二個我們也談到第二個比較大的爭議 違反大家認為說公平爭議就是 營運總部如果設在台灣的話 免徵三項贏所稅 這三項當然會有一點點小複雜 我稍微拎一下就是說 對國外關係企業取得的管理服務費用 或者是對國外關係企業取得權利金的所得 以及投資國外關係企業取得投資收益的處分收益 那這部分當然會很複雜 不過總而言之 如果說國際的營運總部設在台灣 這三項的營所稅就免收了 那當然很奇怪 他已經是國際就表示他賺了很多錢 設在台灣好不容易 我們可以給他要一點錢回來 結果還免收他的營所稅 我再請教一下局長 公平正義分配的問題 政府如何考量 我想這個外界可能有些誤解 我首先剛剛主持人提到 王圖發教授所提到的那個人賠插花的項目 我覺得王教授這樣講法 其實對我們國稅局的這個稅務人員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為其實國稅局在查核人才培訓的 那個訓練的時候呢 他必須要針對每一個他上課的科目要去審核 必須要跟他的營業項目有絕對相關的 他才會核准 如果跟他的營業項目沒有相關的部分呢 比如說這個人生規劃啦 或者是說這個什麼瑜伽插花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核准的項目 這一點我要先說明 第二個您剛剛提到的這個營運總部的部分 其實大家如果回顧營運總部在92年 總統府金發會有了共識以後才訂的 他的目的是希望台商在海外的營業 能夠把他的海外所得匯回台灣 因為當時國內的台商到海外投資 他們不願意把錢匯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在當地繳稅之後 匯為台灣要再科稅 所以呢他有雙重科稅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沒有簽署 避免雙重科稅協定 所以他都放在他的投資地點 或者是放在第三國的一些紙上公司裡面 所以當時為了讓這些錢匯回來才制定了這個 所以他有特定的項目 國外的權利金或者是他的營業處分收益 匯回來的那個部分免稅 而他這家公司在台灣的營業部分是沒有免稅的 也因此在這些年來 總共超過4000億的新台幣匯回台灣來 所以他的台灣所獲得的這個樣的一個效益 因為4000億匯回來以後 他會透過分配的方式 分配給股東或者在台灣 再做投資 那麼無論是投資所產生的效益 或者是他分配股東之後 所繳交的這個營利 個人綜合所得稅 所以為什麼剛剛王教授提到 營運總部那個項目 在總體的淨收入效益評估是正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而來的 是 容貞兄我再請教你 然後如果說政府真的是把關住了 就是你這一筆真的是用在真的研發 對台灣對產業都有幫助的話 大概人民不會說 那個所謂在意公平正義的部分 我們還是回到所謂的企業投入研發人才培訓 以及營運總部 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那麼違反 所謂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我們回到之前 也就是在去年底幾天前才剛剛落日的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我們來看看從1991年到09年就是去年12月31日 然後呢效益呢我們還是根據經監會的說法 每年GDP呢增加了4900多億 就業機會增加了14萬1000人 誘發投資的金額2400多億 租稅淨效益呢增加了205億 可是有很大的生意 包括大財團稅收低 然後稅資不供 獎勵特定的產業比較傾向是製造業 然後服務業跟文化產業呢都沒有包括在內 然後王圖八講說 獎勵的對象跟範圍過於腐爛 剛剛我們談到說插話的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生產自動化 生產自動化其實理論上大家認為說 它應該是企業自己的成本 可是這一部分我們也透過租稅把它獎勵掉 但是政府有沒有在把關這部分 我想在這部分的話 為什麼就是說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過去在就是說民間的話 其實另外有一個講法叫做促生條例 就是說我想這個部分大家不用否認 那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就是說詬病 包括就是說在業界裡面都會覺得 就是說事實上就是說真正在做的 中小企業如果要做要能夠得到這個獎勵 其實困難的 但是大企業它就會容易 然後零零種種的就是說的方式 事實上他們相較於就是說 當然我們在規定上沒有講分大小 但是實際在執行的時候 實際就是說相關務員在把關的時候的話 還是就是說後大企業 然後就是說對於小群中小企業的 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是有非常多嚴格跟嚴苛的事情 你說對大財團比較優惠或是比較容易過關 這個是在促產條例 但是產創條例會同樣的形成嗎 他就講說你只要是公司我就可以補助你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同樣的在這次產創條例裡面 就是說如果是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全球500大企業 那如果在台灣設立營運總部的的話 那就是說他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我們現在從25降到20 一般的企業都是20 那這樣子的就是說企業的的話 它可以降到15 那我們剛剛單純公平性 就是說等等來 會不會來是另外一次 我們假設就是說來了 譬如麥克蘇特來台灣 把營運總部就說設來 就是說台灣 之後的的話呢 就是說他在跟他同樣在做同性質的產業 如果他是中小企業的的話 他要繳20%的稅 但是這些跨國的 然後全球前500大的 他只要失誤 這樣子公平嗎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獨厚 他在台灣 就是說在台灣的相關的就是說利益 就是說那這樣子就沒有人可以接 他光在稅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比別人就是說 同樣跟他競爭的中小企業 別人已經很難打敗他 很難挑戰他了 那就在這裡面就是說 更是能夠吃竿馬進 在這裡面就是同樣是企業的情況裡面 他都造成不公啊 我請教您一個問題 就是也是我困擾我自己很大的問題是 每一個人手伸出來 每根指頭都不太一樣 所以政府常常會有說我要追求卓越 我要重點發展計畫 如果說要用所謂的公平 來去衡量所有的事情的話 會不會導致很多產業 他因為全球化他就跑掉了 Microsoft就不來台灣了 或者是台灣很多的產業 就跑到中國 跑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受害的還是全台灣的民眾 如果以一句 營運總部的例子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預估就是說 全球前500大的 就是說營運總部不會來台灣 不會只為了這5%的稅 如果他為了這5%的稅的話 他事實上就是說 他會去香港 會去新加坡 乃至於他會去開曼群島 或英屬維京群島 他們都是零關稅的 避稅天堂 他其實考慮設在哪裡 事實上是有非常多的原因跟條件 我們為什麼只求在租稅上面競爭 我們不能夠用更好的 就是說其他的條件等等 來吸引這一些 就是說企業跟產業來嗎 我們沒有辦法沒有能力 然後把我們的產業環境弄好 所以就只有 就是說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是說降稅 對工業來講是如此 對製造業來講是如此 我們現在對文化創意等等的 也就是說財業也都用這樣子的方式 事實上在稅市支出 在租稅優免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其實會造成在公平上面的話 事實上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大家為什麼要出錢出力 或者是忍耐 讓有一部分人賺錢 那重點是他賺了錢之後的話 應該會回到我們身上 你吃肉至少我也喝點湯 但是就是說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就是說我們絕大多數的壽星階級 一般的就是說老百姓 要讓有一些人賺錢 而且賺很多的錢